我們現在瞭解其實大陸他的體制 其實往往外界觀察的時候 從他相關的文告 跟他的演講的內容 跟上一次比較 一些文字上的差別 你就瞭解了他未來的工作的一個重點 我想這次觀察中國大陸 跟其他國家有一個非常大的不同的地方 那第二個呢 這一次中共的對台工作裡面 毛虎尼先生的談話 的確跟上一次有一些非常重大的不同 我把它歸納成四個方面 那第一個呢 正如你剛剛提到了 在這一次的談話裡面 沒有談到兩岸一家親這個概念 我們知道兩岸一家親 他是一個付諸於情感 付諸於兩岸人民之間的一些 共同的一些訴求 他其實是一種情感面的一個陳述 那在這一次呢 少了兩岸一家親 而更多的是理性方面的一些論述 獲得他政策方面的決心 所以我會覺得說 少了兩岸一家親這幾個字 其實是蠻具有重大意義的 那第二個呢 就是從去年的堅決反對台獨 到今年的堅決要打擊台獨 我想從反對到打擊這個概念 它又是一個轉換的過程 反對呢是表示我的立場 可是堅決要打擊呢 就表示我有實際性的行動 就換言之未來的對台工作 他會硬的就你剛剛講 硬的可能會更硬 他會採取具體的一些做法 來表達他基本他的一些立場 就包括這次金門的事件 他的加大他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區域海線的這個巡防的 這麼一個措施 我覺得都是一個措施之一了 那第三個他是明確的 而要支持台灣愛國的統一力量 我覺得這也是他這次在突顯出來的 他知道未來的政治鬥爭 一個是對外一個是對內 那對外呢他剛剛講說他要遏制 外部的力量的干預嘛 那他在台灣島內了 他要堅決是支持愛國的 統一力量的人士跟團體 他也希望在台灣更多人 能夠支持兩岸統一的工作 那第四個我覺得更重要是 您剛剛也提到了 有一部分還沒有提到 就是說他要進一步掌握 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的 戰略主動 他有兩個概念 一個是完全統一的 第二個是戰略主動 而在這個談話裡面 非常重要一點 他沒有再提和平統一 而是提祖國的完全統一 而且戰略主動 也就是統一的過程中 其實已經不再是把這個和平統一 把它朗朗上口掛在嘴邊 所以我覺得這四點 就是不提一個中國原則 不提兩岸一家親 然後呢要堅決的打擊台獨 還有呢就是支持島內的統一力量 以及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的 戰略主動權 而且不提和平統一 我個人是覺得這四點 是我們觀察這一次 中共未來對台工作裡面 非常重要的觀察的指標 這個大概不需要這麼解讀了 那推進進程應該是說 比較積極主動的在採取策略步驟 去推動 那但是呢時間表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倒不是這一次的 所要表達出來的這個訊息 那習近平在就是上一次跟拜登的 舊金山會議當中其實也提到 兩岸並沒有所謂的這個武統時間表 那因此呢這個對於和平統一 是不是也有時間表的這種步驟呢 其實這一直大家現在在思考的 也要去了解的 可是呢我覺得過程當中 其實是一種互動性的 在去年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甚至在舊金山會議的時候 台灣的大選還沒有舉行 那現在台灣的大選結果出來了 而且是雙獨組合的這個當選 那美國第一時間做了一些這個動作 但這些動作呢 看起來是不是真的可能在520之前 或520的時候 至少在言論上聽到民進黨這邊 比如說放棄台獨黨綱 那這個是當初就是葛萊怡 他們在外交事務論壇當中 提到的這個問題 雖然我們最近是有看到 民進黨的國際 中國事務部主任叫吳俊志 他在一個線上會議當中 和海外跟就是兩岸的學者 他是有說台獨黨綱 已經是歷史文件 不必再另行宣布台獨 同一時間台灣駐美代表 那個雷大雷 雷大雷 雷大雷 對不起 他也提到 在談到就是金門漁船事件的時候 他其實也提到 台灣不必再宣布獨立 台灣已經不談獨立的這個概念 那這個訊息就很清楚 一個是黨 民進黨的中國事務部主任 在透過線上會議跟海外學者 兩岸學者 一個是台灣的駐美國的代表 所以一個是對美國 這個去交代 一個呢 是等於是從政治黨的層面 來去這個表達 所以這是設計好的 那這個設計好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不必再談獨立 可是這不就是不是等於他會宣布放棄或凍結 台獨黨綱 這可能是兩回事 我來看一下這個歷史 來看一下這個歷史 當一九九一年的台獨黨綱宣布的時候呢 要建立台灣共和國 然後呢 在一九九二年的國代選舉 他就慘敗 所以到兩千年 那個時候阿扁在選總統之前的一九九九年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呢 他就把它修正了 然後呢到了二零零七年 也就為了二零零八年的那個時候選舉呢 那他又通過了一個正常國家決議文 那到了蔡英文他又提到了所謂的維持現狀 所以這種就是說話語權這種論述 其實民進黨是這方面是很強的 那他也回應了美國的這邊的壓力 也可能對於就是兩岸之間 他要維持這個現狀 因為他先鞏固他的這個治權 他的治理 然後他尋求他的在連任 所以呢他必須要去尋求兩岸之間沒有任何的就是 跨越紅線的那種導火的因子 那他就把這個台獨或主張獨立呢 透過這兩個層面講出來 可是呢他並不等於說他自己本身 美國這邊在那篇文章上面要求他說要凍結台獨黨綱 那這個動作就大了 而且可能會根本的跟賴清德跟民進黨所代表的理念 以及他權力的軸心呢 是可能會去這個抵觸到的 所以這個時候 北京當然就很清楚的一個回應 也就是說 你現在當選了 那我對你是這個雙獨組合的認定 那某種程度這已經有一點是 就是在灰色地帶接近紅線 那美國進來管控 那你的反應我們現在不知道 所以呢我就必須要把這個 接下來你的如何的反應 提到這個所謂的進程上 而不是時程 進程跟時程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是有差別的 那進程可以一個階段性 那你也不知道他進程這個時間會多長 但時間 時程呢 他可能就會有時間點跟時間表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回應就是說 現階段在520之前 那可能特別是在中美台 針對台灣的這個賴清的當選之後 台獨這個議題的一個回應 所以這個戲還會 這個劇馬還會繼續演下去 還會有繼續的這個互動 那看這個雙方甚至三方如何去掌握 這樣子的一個就是平衡點 我們確實看到中國大陸 他最近不只是在行動上 對台策略做了一些調整 包括剛才您提到王滬寧講到的 從過去一直是講反對台獨 跟外部干涉勢力 一直到現在的打擊還有遏制 那這確實是一個很明顯的不同 那這個訊號不只是放給台灣 也是放給在兩岸之外 那些想要以自己的政治的意圖 或者是利益去干涉兩岸未來互動的 這些外部勢力 它不一定是國家 可能是一些組織 譬如說一些研究機構 或者是一些政治組織 那這些的訊號我想 在文字也把它表述化之後 不只是行動 包括文字也講出來之後 我感覺到就是過去幾年 有些人他們一直在質疑說 中共當局的反台獨是在做什麼 因為確實在反對台獨 可是呢做法上是什麼 做法上其實並沒有看到中國大陸 那樣子一種比較積極的作為 所以有些人認為說 因此導致了在台灣台獨的氛圍 似乎有高漲之勢 那他們也一直在督促中共說 你要反台獨 你就拿出真本事 那我當然 我先退一步講 就是說兩岸當然最好不要搞到這麼僵 我們都是希望能夠和平發展 對 能夠政治解決就政治解決 不要最後把這些動刀動槍的這些態勢都拿出來 可是確實有些人認為說 中共你如果只是講 然後都沒有做 然後兩岸的這個經貿的互動看起來 如果不是美國這幾年搞了科技戰 然後貿易戰的話 兩岸的這個經貿的互動態勢不會降低的 那他們就說 那你這個反台獨是反到哪裡去了 看起來反台獨沒有效嘛 所以這個文字的表述 再加上過去這幾年 中共慢慢強化對台灣的這些壓迫之後 我覺得確實真的要正視 中共在未來特別是在賴清德上任之後 如何要壓制這個所謂 不管叫台獨精孫也好 或者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也好 他在這個位置上面 所可能會發揮的 對台獨的鼓勵的影響力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劇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義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義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義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我的推薦碼 CTI-798 CTI-798 有額外的折扣喔